虽说是感情上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很大,但是的确男人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的时候也会有比较反常的行为,比如说是越喜欢一个人就会变得越紧张,明明是希望和对方走得更近一点,做的事情是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尴尬,相信这是很多男人身上都会有的一些反常行为吧。 白羊座,开玩笑总是开过头,白羊男如果是真心喜欢,你的话就喜欢肥料在你身边开玩笑,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家伙是很容易开玩笑开过的,还是原谅他吧,明明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引起你的注意和重视,但是白羊男的玩笑往往因为开的有点过分了,反而不好了呢,而且明明你已经很生气了, 白羊男还在笑,他或许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白羊男的情伤实在是不高,这些行为明明是让你更尴尬,你们的关系更难相处的,白羊男他就是不懂,或许这个家伙实在是纯粹的大男人主义,对于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他的确是不懂,如果你真的不能容忍这个家伙的玩笑, 还是通过他的朋友跟他说明白更好,如果你直接心的回绝他,反而会让白羊男跟你有所仇恨呢,白羊男一定会认为你看不上他,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很难相处,金牛做,故意躲你,金牛男对你的态度就是故意躲避,明明你没有说错什么,也没有做什么让金牛男难开的事情, 但是,金牛男在你面前就是唯唯诺诺,又故意躲避的意思,甚至不明白你们关系的旁人,还会以为金牛男是讨厌你,刻意的回避你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金牛男就是因为喜欢你,不知道了应该怎么办,才好故意躲避你的呢?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你,是应该开着玩笑过去吗?还是应该对你认真一点?也许金牛做的男人会选择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明明就掩饰不了对你冷漠背后的那种热情,毕竟在喜欢的人面前,男人是更希望留下一个好印象的,金牛男不管是一个多内向的人,他都会表现好自己, 可有时候就是因为喜欢你,反而是表现得不好了,让人猜不透这个家伙在想什么,或许开开玩笑,你们的关系会不那么尴尬吗? 双子座,跟朋友祈祷你,双子男喜欢你的方式,就是跟身边的朋友一起祈祷你,开你的玩笑,双子座的男人喜欢一个女孩的话,多则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 双子座他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他喜欢你,所以,在你的面前双子男是特别喜欢表现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起你的重视,希望你能够在意他的存在,但是双子男的这些做法,也的确有点恶劣了,毕竟他这样做是让你很尴尬的,但是双子男总是后之后觉得,在最开始他做这些,是希望能够通过舆论的压力得到你,但是当后期, 他知道你们不可能了,却还在坚持,那就有点过分了,如果你是真的不喜欢双子男,就直接拒绝他,毕竟都不要给他留你们,还可以做朋友的幻想,风向星座的双子男,很容易把你们的关系,想象成从朋友发展为恋人,他如果这样想了就还会坚持对你的喜欢我,巨蟹座, 不敢正眼看你,对于巨蟹男来说,在喜欢的女人面前是非常害羞的,所以他是没有勇气正眼看着你的,也许他是因为害羞,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才好,才会这样的做法,但是他的做法,很容易让你误会呀,让你以为他是讨厌你呢, 巨蟹座的男人就是太容易感性,反而是敏感而退缩,在喜欢的人面前不敢主动的,如果真心的喜欢他,就主动一点好了,但是巨蟹男就非要在你的面前,很保守不敢多接近你,巨蟹男喜欢你的时候就更加想逃避你,他是害他被你发现之后伤害他吧, 但是在你需要帮主的时候,巨蟹男,也希望能够体现自己的一份力量,毕竟巨蟹男也希望体现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对心爱女人的保护,但在巨蟹男冷落你之后再对你好,这种感觉就是不冷不热,不开心了吧,哎,不然你可以选择远离他,否则他付诸的更多你们的关系就更难处理了,狮子座,在你面前吹捧, 狮子男喜欢把自己的优点放大,特别是在喜欢的人面前狮子男是喜欢吹捧自己的,哪怕是芝麻大点的事情,狮子男也要把自己塑造的伪爱,狮子男明明是在背后挺自卑的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却这么要强,他真的不希望你会看不起他呢,狮子座的男人是野心很强,性格也很要强的,这些都是你特别需要注意的, 如果你真心的喜欢狮子男,最好不要刺激到狮子男的自尊心,否则你们就绝对没戏了,但是开开玩笑的一些技巧,增加,他对你的好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的异性缘好不错哦,都吃醋了,或者是你怎么这么优秀,那可以帮我做件事吗? 这些不仅能够让狮子男,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而且完成事情之后,你们的关系就更加走进一步了,真的是一件双雕了,所以狮子座的男人在你的面前吹捧,你也可以适当的拥用他呢? 狮子座,挑剔你的错误,狮子男是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更加优秀,所以对于他喜欢的人是挺挑剔的,经常会指责这个错误,那个不对的,狮子男察言观色的能力并不怎么样,所以即便是你生气了,他还不知道呢? 他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这一点是源于狮子男自己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自然而然的就希望喜欢的人也能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狮子男自然是不会怪你的,但是他的那种行为是有点让你看不惯了,明明你们不是情侣的关系,但是你的事情狮子男什么都要管,这大概是最让你不能接受的吧? 而且有时候,狮子男在很多人面前说你的不对,让你也是觉得很尴尬的,狮子座的男人就是这样的,明明是希望你好的,但是做的事情却让人有点拿捏不住,究竟狮子男是怎么想的了?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的这些做法,沟通是最好的办法 天创作,爱跟朋友提提你,天创男喜欢你,就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跟朋友提提你的 喜欢你这件事情就没人不知道了,明明你是觉得喜欢一个人,还是含蓄一点也好的,但是天创男就是大家起鼓的喜欢你,八字还没一品呢? 天创男的这些做法,是让你更加讨厌他了,天创男希望你能够知道,他对你的情依的确是很深的,但是这种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很合理的,如果你真的对天创男,有意思的就主动告诉他,不要让天创男的太长的时间,不是真心喜欢天创男,但是他已经让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了你们的关系,不是很尴尬吗? 当然你直接信的拒绝天创男是最好的选择,不要给他留余地,否则天创男会以为你们还可以做朋友,或者有其他的关系发展,这就不好了,拒绝就是拒绝,让天创男直接的死心比什么都好的 拒绝就是拒绝,天蝎座,忽冷忽热玩暧昧,天创男在不确定你的想法时候,是非常喜欢玩暧昧的,这一点,大概是很多女人都看不明白的 既然喜欢你,那就去追养,身为一个男人这点事情都不主动的话,还有什么事情是主动的,但是天创男就是绝对不主动的内心,不管你怎么说,天创男都会觉得,还是留在现在的关系最好的,忽冷忽热,或者是玩玩暧昧,毕竟不确定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也不确定你是否真心的对待他, 所以天创男就不会贸然行动的,这个家伙就是因为害怕失去,反而是表现得过于敏感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主动一点,试试天创男的想法,是不是真心喜欢你的,一点小小的暗示,就足够让天创男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了,不要试图去表达 否则明明是可以他追求你的,反而成了你一直追着他跑了,这可不是个好的选择哦 射手座,天天跟你开玩笑,不管是什么样的玩笑,就是希望在你身边开玩笑,怎么都赶不走,这大概就是射手难做的事情吧 射手难的确是挺幽默的,但是有的时候幽默并没有错,有的时候就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尴尬了 诚然射手难就是因为玩笑太多了,才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尴尬的,有时候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 但射手难就是把话说的有点过分了,这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开玩笑开过了,所以你们的关系也就很难好了哦 看来了要接住射手难的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真的不想和射手难就是这种关系了 直接一个玩笑开得更过分,相信他自己心里也有数了,射手难也是很爱面子的 所以一个玩笑过分了,射手难就什么都知道了,这比直接拒绝射手难天天在你身边转悠的办法要好很多哦 摩羯座,对你特别冷,这一点是如果你也喜欢摩羯男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如果你也喜欢摩羯男的话你,就会被他这种流言不尽的冷漠给刺激到了 是真的很讨厌你吗?似乎并不是这样呀 但是摩羯男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你的不屑,这一点大概是摩羯座的你很不能接受的一点吧 摩羯男真心喜欢你的话,对你就是很冷漠不用说的 有时候还会对你所做的事情有点小小的讽刺,总之就是给人的感觉很负能量呀 但是这说不定是摩羯男真心喜欢你的一些表现呢? 正因为摩羯男是真心喜欢你的,所以摩羯座的男人才会选择一些比较冷的方式和手段 让你感受的这一点,他并不是刻意给自己提高逼格 只不过在你面前摩羯男,是很难做到温柔顺从的 这大概是大男子主义所导致的吧 却你还是体谅一下摩羯男吧 他喜欢你,才会这样的 水瓶座,蓝颜之己谁人不知 若是水瓶男喜欢你,那就是跟你做蓝颜之己了 不过身边还有谁不知道,他是你的蓝颜之己呢 这大概就是你们之间关系比较尴尬的一点吧 明明是他喜欢你,而你们是好朋友的关系 水瓶男关也是发动了身边朋友的力量 来让你明确的知道他对你的喜欢 但是你不喜欢他的话,这就是很难拒绝了 如果你也是同样的心思,那你们一拍集合在一起 自然是最幸福的结果 就怕是你不喜欢水瓶男 这个时候想拒绝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建议你还是通过别的朋友来提醒一下水瓶男 你对他其实没有多大的感觉和意思的 这样,水瓶男也会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了 自然而然的会悄无声息的推出你的生活 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影响 蓝颜之己有很多 只是天天挂在嘴边的怕是真心爱人 双鱼座,对你太宠 双鱼男喜欢你的话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就是对你太宠了,有点过于宠爱你了 让人受宠作惊的感觉 双鱼座的男人喜欢一个人就恨不得 把自己所有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享 这一点是谁都能看出来他喜欢你的 但是你明确拒绝的话就不太好了 双鱼男可是典型的玻璃心 他会觉得你的这些做法很伤害他的心 毕竟双鱼座的男人是水象星座当中非常敏感的一份子 所以你做事也一定要照顾好双鱼男的内心想法 不要伤害到他的内心 否则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难敲和的 即便你并不喜欢双鱼男也希望能够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 来抉择你们的关系 而不适应生生的拒绝 比如说开着玩笑的方式 说你们的确是不合适的 这一句话大概双鱼男就已经知道 你们是不可能的了 自然而然的就会退出你的生活了 倘若你是比较直白的拒绝双鱼男对你的喜欢 那双鱼男说不定会在背后做一些不为人知的伤害你的事情呢 女人都会期待遇到一个愿意为自己掏心掏肺 而自己也愿意外全然付出的对象 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像是流星 瞬间迸发出令人羡慕的火花 却注定只是匆匆而过 是不是很感慨呢 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吗 看完别忘了帮按赞加分享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